今年AT个股推介 今日的AT个股推介 第一只是汇控5号 检选原因是如果公司恢复季度派息 2023年度的预测股息率有望超过7厘 另外渣打早前公布 去年的正式差有惊喜 对汇控明天公布去年全年正式差阔阔的憧憬大增 汇控在利息和非利息收入回升 加上出售非核心资产 有助尽快恢复派贵度股息 摩根士丹尼预计 汇控在今年第一季恢复派贵息 并且将会公布今年第二季业绩的时候 之后会派发用10亿美元回购股份计划 以及2024年度会完成出售加拿大业务 向股东回报最多是91亿5千万美元 由于去年12月到截稿前 现商级与汇控的目标价平均是67.83 较汇控上星期的收市价58.2 高出大约16.5% 如果汇控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前景展望量例 或公布一个较市场预期吸引的回归股东计划 目标价或会被上调 从而扩阔潜在的上升空间 除非内房债务危机再次转差 病毒突然变种令到杀伤力增加等不利因素浮现 否则汇控要升穿60元关口并不是难事 投资者不妨等到汇控回到54元时吸纳 初步以劝商平均目标价附近 即大约68元作为目标 跌穿49.5%就适宜置舍 第二个推介港股是中移动 在加息周期下市场预计中移动今年股息率接近9厘 加上云业务持续强劲增长可以加入收息组合 同时股东回报的中移动较早前重新 派息比率在2023年度将会最少70%以上 根据彭博综合劝商预测 中移动今明两年预测股息率分别达到8.9厘和9.5厘 另外中移动在去年11月底宣布 延长增持公司A股股份计划12个月至2023年年底 公司将会维持30亿至50亿人民币增持计划 声展表示公司的数码转型业务包括云计算等 是主要的收入增长动力 贡献了90%以上的增量服务收入 在内地数码化举措的支持下 声展预计中移动的数码转型业务 将会保持大约40%的岸年增长 柴博综合劝商的预测 最新的目标价是看$76.05 较上星期五的收市价高出超过三成 建议投资者在56.5厘买入 软线目标先看$60 跌穿$54就适宜止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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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